广告展示零百加速3.1秒 特斯拉秀出最新车款 Model 3 Performance 号称从外观内装到性能全升级 在台湾基本款就要233万 推出新车同时 特斯拉CEO马斯克 打私人飞机星期日无预警降落北京 魁伟将近一年 趁着北京车展期间再度来到中国大陆 美多讲几句话 加紧脚步去找国务院总理李强 因为有任务在身 北京以交通状况为由 不让特斯拉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 也担心国安资料外泄禁止数据传输 不过从画面看来 马斯克和李强这次有说有笑 拜会李强后北京给面子 马上宣布包含特斯拉在内车厂符合四项要求 将陆续解除禁令 但马斯克更担心的是全球市场 特斯拉第一季交车 三十八万六千八百一十辆 不但低于预期还比上一季少两成 更是新冠疫情过后首度出现交车年减 专家分析特斯拉要怪的 不是只有电动车需求下滑 内外因素夹急想继续维持竞争力 特斯拉硬着头皮降价了 上周宣布降价 两天后台湾也跟进 Model Y和Model S变便便宜 其中后轮驱动Model Y 一口气降台币6.5万 至于Model 3售价没有动 但价格再怎么压 有可能赢过中国超低价电动车吗 大陆电动车百家争名 电池钢材都比较便宜 甚至还有正幅布贴 国际能源署预估 2024中国电动车销售占全球六成 但市场需求恐怕跟不上产量 河南路特丹港放一旺去 挺满满的中国电动车 还没人下单已经送到港 有些车等不到买家 一方就是好几个月 那是个问题 公过于求真实上演 卖不出去的电动车 恐怕又会带动一轮恶性 肖假竞争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找到新闻大量的新闻 警方空间和本项目 请渴客 带动车销售卷 请渴客 我们下车销售卷